秋天很奇妙的季节,它有着夏天的几分年月又带几分萧索,夕阳下,享受一天最浪漫的时刻,穿上一身迎景的服饰,就更有几番失忆了。 我想推荐这四种高级元素,让你的每三落在每一个角落,招耀整个秋季,一波点波点是今年突然火起来的元素,在秀场中常常有它的身影,迪欧2018秀场,迪丽热巴因为实在太美了,你们的女神迪丽热巴,也驾驭起这种元素,浓郁的复古感中带出的反射浪漫让人欲罢不能,孙飞飞名模孙飞飞拍摄而封面的时候, 更是把这种风格演绎到极致,凯特王妃,凯特王妃,第一身衬衫,连衣裙,穿搭优雅中带着华柜,丝毫看不出蝉色后的雷坠感,其实波点这种元素适合在生活中穿搭,优雅的风格很适合如今人们回归慢生活的概念。 秋季的天气,微冷,穿上长袖的波点衬衫裙就是合适不过了,不管什么颜色的波点,都能在人群中有很高的辨识度, 不管什么颜色的波点,都能在人群中有很高的辨识度,微灵能更好地修饰脸型,性感的曲线,一览无疑,同时也比较得体大方,和夜边的波点衬衫给你增添一身活跃的气氛,显得更有层次感。 身上的波点仿佛火过来了,二格文当秋天遇到了格文峰,又是不一样的格调,一下子又赋予起不一样的韵味。 MSGM2018秀场今年印花图案大行其道的趋势下,格文一同回到舞台,与往年不同的是,如今更注重色彩的变化和裁剪的版型, 就像这种格文西装,把性修长,不仅能够衬托身材,而且摩登时尚感强烈,色彩它配上也不会过于此版,景天身材娇小的景天身穿剪裁修身的格文西装就格外合适,穿出了T恤才有的活泼感。 如果想突出自己的个性,披在身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瞬间如同大方迷人的超模,设计时门突破常规。 不仅改造上衣,而且也对其他衣着,进行添满星空的创作,不管是看叉群铅笔群,威领连衣群还是高领连衣群,铺上格文,那种沐浴在阳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,仿佛深处在那河畔,给人柔和的感觉。 妮妮画到风面里,身穿条纹衬衫和格文裤的妮妮在一平一促中,展示自己的随性大气。 从左到右,马思纯和宋颜飞马思纯和宋颜飞不约而同选择格文阴幻裤。 不同的剪裁和裤脚高低,与小白T的衬托,下都有人敲皮的感觉。 三岁花岁花是最有浪漫气息的风格元素。 各种风格百花齐放的时代,岁花也不准多让,各大时装品牌熬着各种色彩,呈现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。 岁花由各种花卉图案组成,讲究的是排列的方向,和呈现的样式多样性,多而不凡,才能给人美感。 江苏颖一身岁花衬衫的江苏颖回眸一笑,周围所有景物黯然失色,凌云而沐浴在月光的云南。 闭上双眼,与身上的岁花融为一体,中处吸一身粉色,的中处气,皮肤看起来更白喜,少女的气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,同样是岁花,换一种穿她风格,也许也能换一种心情。 覆盖碎花图案的连衣裙,自带夏日的芬芳,穿上深情调和气温随着心情改变,成为秋季最美的风景线。 思淡墨色热爱潮流的小仙女可能知道,饱和度低,较亮的色系,会让你有种深处时尚明硕的感觉,而淡墨色就能让理想变为现实。 简洁又高级的视觉感,总是让人心情舒畅。 Product 2018 秀场,其中最受欢迎的,是姓色,Apricot和蛋白,Bright White。 他们常常被时装品牌运用在服装中,活用结构主义,不同材质的拼接下,层次感丰富,造型层出不穷,丝毫看不出搭调感。 性色是一种温温较高的淡墨色系,自带着点甲的属性,色调与昏清高点相似,上身不由自主有种优雅的感觉。 性色是一搭配一身铜色的套装,最好服饰的细节有所变化,增加些许的蕾丝,褶皱,紫绣等元素。 这样显得精致又不杂乱,当然,就仅仅穿上线色的裤子或者鞋,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选择。 一身同样低饱和赌的色彩,都是摸等感救出来了,还能带出些许致信封,同样也是显现各位魅力的秘诀,而蛋白更是以捷径的意境取胜,是想一身白皙的行头,行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,难道不会捕获更多的回头率吗? 同样为了凸显魅力,选择竖带,修饰,A字形身材,开唱群把皮身飘逸感,而威力的选择更能展现锁骨性感趋现,魔法全知道的都说,关于秋金高级的穿搭元素就讲到这里了,仙女们喜欢吗?记得要爱我!